我有问一个特别幼稚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来自星星的你》 然后我一直以为是个特别幼稚的一个恋爱序 但是我特别惊讶陈老师这么高的评价 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为什么 因为我也很幼稚嘛 流行的东西只要好看我都很喜欢看 我非常想回到孩子状态 回到少女的状态 那你为什么觉得他水平特别高 你为什么觉得大陆拍不出来 那你去看看这个电影 我也很希望在电梯打开忽然遇到一个女的 然后电梯不动了我们俩就能讲话 所有fantasy年轻时候都有老了都会有 然后这些电影全部给你实现 我多么希望遇到一个女的她活四百年 然后我跟她很暧昧 然后缠半天最后差点就要亲嘴了 结果又有事进来 太妙了这个过程了 难道你不想吗 谢谢你 谢谢你 我看到你也笑了 谢谢 适合让一个艺术家去生存 适合让作家去生存 政府这两年在不停地增大投资 每个学校都有艺术系 然后有新的艺术学院成立 但是新加坡这几年在国际社会上 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并不是特别高 这艺术成就包括文学 包括绘画各个方面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另外一个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就照慕欣的说法 关键的关键是期待天才 我希望你是那个天才在新加坡 真的 什么什么学校都有了 设施都有了 其实就在等天才 如果你是 你就能让新加坡光荣 很简单 我希望能有这个机会 那这不太像天才说的话 这个我承认 我就是一个凡人 在这个艺术公司里面 一个最底层的一个设计师 这更不像天才说的话 真抱歉 还有一个问题是 您的老师沐昕 您认为他 他这样一位海外 他的那种海外 我觉得他是一位海外遗孤 他的那个作品 跟别人的完全都不一样 然后我在读他的文章的时候 就是我真的是看不懂 但是我可能都感觉到 那种纯粹的文字的美 然后您认为他在 中国的这个文学上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您是否想过这个问题 他是木星 就是这样 他是木星 就是这样子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